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天氣不好的時候 看到加油站的人 必須要在陽光曝曬之下 或者是下大雨當中要工作 我就會想說 是什麼支撐他們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在不在乎 他們的制服好不好看 或者是 就吃東西要在哪裡吃這個 我都想說會不會是他們本身 很喜歡聞汽油的味道 好像有這件事 因為我愛聞啊 好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 九位在加油站工作的人 他們要告訴我們在這邊工作的心得 歡迎各位 首先一件事情就是 聽說心血比較高 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一樣120 差不多 所以沒有比較高嗎 沒有 沒有 OK 所以大部分人是淋雨是不是 會散雨 散啊 風才大 如果台風... 因為如果颱風來的話 還是得加吧 一定要 颱風... 沒有 沒有 可是薪水雙倍 所以如果薪水雙倍嗎 就是那一天的薪水是雙倍算 颱風天加油的人多的嗎 還是會有 還是有 是有妳覺得颱風天比較多人去加油 對 為什麼 那時候颱風就是前兩個颱風 然後我們加油站 就只有我們加油站沒有事情 然後大家就是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所以其他加油站都已經壞掉了 就是天花板倒下來 不然就是斷電了 在哪裡 然後你們是亮著的 對 所以大家就去加油 對啊 可是颱風天不是很少人開車出門嗎 好 我們也這樣想 可是那天車真的超多 就是可以算是兩天的業績 那是... 那是我們康熙 尤其還眼睛最小的... 對 對 開兩隻眼睛 妳有被客人抱怨過 妳為什麼不張開眼睛嗎 我讀事的時候也不知道 是說叫我不要睡覺 他們酒位當中有一個人 是家裡開加油站的 你們知道有這種... 你們知道有這種聲音嗎 有賺錢耶 有啊 因為有些加油站不是指引的 它是加盟的 誰的爸爸媽媽是開加油站 不是我 不來的 所以能開加油站 是代表家裡經濟還不錯吧 以前比較好申請 現在就還好了 妳是出生的時候 家裡就已經在開加油站了嗎 沒有 是過一陣子 所以他們有跟你商量說 我們家要開加油站 也沒有商量 然後他們就直接就掀開了 那取名是可以取 自己喜歡的名字嗎 加油站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旁邊的路名 這樣會...大家會比較好 有印象 然後你們是申請加盟的 對 我們是申請加盟的 所以你是加油站小開耶 可以這樣講嗎 我們家有幾個加油站 一個而已 所以現在你一個人就是操控 整個加油站嗎 對 算是 還有...還有情形 什麼叫做操控 什麼叫做操控 你的意思是 管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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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什麼好操控 因為我女兒常看卡通 我可能用心比較卡通 主宰 主宰 統計家 加油站有什麼要操控的嗎 就是... 可能很多啊 就是從人員的應徵啊 培訓啊 然後到有些像是政府 可能有時候會請我們去上課 所以前面的五位 你會優先選誰去你的加油站工作 看起來誰比較像是 可以好好工作的人 我們可能會優先選 短髮的 對 為什麼 因為長髮有時候在工作場合 有時候會有點危險 那你也不選那個染髮是... 我們都會選比較 看起來機動性比較高的 看起來機動性不高 對 就是妳覺得漂亮妹妹 看起來不像會工作的樣子 漂亮妹妹也不錯啊 可是有時候會遭惹一些 不必要的蒼蠅 會一直駐留加油站 可是不會帶來好生意嗎 不會耶 所以哪一類型的... 開哪一種類型的車的人 最喜歡跟妹妹搭訕 還有卡車 就會那種蹦蹦蹦一直蹦 可能卡車耶 妳就音響開很大聲的 對 然後車窗咬下來 攪檳榔 然後會跟你們講什麼 然後會就說 我沒有講 然後妳如果不給 她就會說妹妹很跩喔 然後有些掃興的就走了 可是有些覺得不死心 她就是停在那 然後他們每次加汽車都只加200 就是不會加到滿 她們從來不會加到滿 可是可能是因為 妳看起來比較親切吧 就是大家會想跟妳要Line 因為看到她這樣不跟她搭 現在好像對不起她 妳就給她一個Line打啊 對 這樣好不可以給Line打吧 不行 手機也不能用 都不能有這些 手機不能用 因為有電子 新聞有報過 就是有人在那邊講電話 然後就整個加油站爆料 所以妳們工作是八小時嗎 幾乎都是八小時 所以妳們的穿著都是OK的嗎 在加油站 有制服 我有制服 連褲子都要換嗎 還是只有夾克 褲子要穿長褲 一定要長的 所以裙子不行 不行 為什麼 公司是...之前有問過 公司是說怕被燙到 就是排氣管會燙到 我應該不會被搭訕吧 我不會啊 我有同事有被搭訕 妳為什麼覺得Echo不會被搭訕 Echo可能很受歡迎啊 不是 妹妹啊 但我被攪檳打個搭訕過 她說 聰明聰明聰明 因為我有刺情 對啊 她們就會就是尿一下這樣 她這樣吸收妳誤會吧 所以妳要怎麼回答 只是聊個天 沒有 就不理她 我也不知道會什麼 就撒笑這樣 那妳可以跟女客人搭訕嗎 有時候會講幾句話這樣 好可怕 好可怕 妳是要送嗎 Echo妳搭訕的方法是送 送加油站的小禮物嗎 我們加油站沒有在送禮物耶 可以 不送嗎 可以 我們是指引站 指引站就沒送 指引 妳這個也知道 真的 你不是賣雞排的嗎 因為我這個朋友在做這個 他就是加盟的 他為了吸引更多加油固定的遊客來 你朋友跟你聊那麼細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 大家會分享工作的經驗 所以他會送贈品 然後吸引很多加油的人來這樣 所以加油站送的東西 你們喜歡的是什麼 麵紙 麵紙啊 麵紙 最高級的 不然就牙線棒啊 麵紙 沒有 我拿過洗衣精耶 而且是好的牌子耶 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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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有送洗衣精 洗衣精 我有拿過好繩托 這個好啊 所以你有拿到會硬體就對了 她是幾點的 她以前那個私立的加油站 她有送那個幾點卡 在執行工作的人 會覺得自己比較高等嗎 也不會啊 哪幾位是直音的 對 邵天其實是直音的 你看起來根本不是這個節目的人 對 我五六年前做過 五六年前 你不是應該是演藝圈的人嗎 是 是 所以到時去加油站工作是為了 為了早上那五個小時去打工 下午去Casting 晚上去上課 好認真喔 所以當時選擇加油站的原因是 因為要時數短 然後彈性 然後薪水高 外型在那邊有用嗎 穿中油寶寶 難道不應該被很多客人搭訕嗎 客人會覺得你很變熟 但叫不出你是誰 對 可是總是會要Line或什麼吧 我那個年代還沒有來那時候 就沒有智慧型手機那時候 你出道很久了嗎 快七年了 加油 加油 好... 所以剛才我們在講說 直營的 是油品比較有保障是不是 就...對 大家有些人還是像... 像我有時候就... 是專家是不是 不是 因為... 因為有些修車的師傅什麼說 你還是盡量去... 我也會 對 中油的加油站或是什麼 那為什麼油價會一下轉一下跌呢 就因為國際那個雲油 他每一桶 對 對 把美金 可是你們都會特別去直營的嗎 會 不會耶 就是哪裡 旁邊都去哪裡 就常去家裡附近的那些這樣子 妳有在家 在被一個女生員工搭訕 告白過 對 然後我家 她是像... 是...就是比較像男生的 像Echo或小水會什麼 對...就是比較T...就是那種女生 可是T是不禮貌的嗎 現在 會嗎 不知道 妳可以問問看 不會不禮貌 T會不禮貌嗎 不會啊 妳是一個模式 所以T還好吧 是可以講的嗎 不會怎樣 對啊 現在大家都叫T 所以可以嗎 可以啊... 對 就背個T 背完去 OK 不管是看東西的都OK啊 對 因為我家附近的那個加油站 其實我常常去家 然後我之前住暖暖 所以就常去某一家固定的 在遠遠路上那一家加油站加油 然後呢 其實那一個T的店員 一直都對我很好 每次我去加油她都會很親切 然後就會跟我打招呼 她還帥嗎 還不錯 其實 但我就把她當成是朋友 而且每次我去那加油站 她如果在忙 她都會把油槍 即使她在加別人的油 她都會把油槍給她同事 然後她都會過來幫我服務 就幫我加油 就這樣一年之後 有一天我去加油的時候 她就一直吱吱吱 然後我已經加完油了 她就跟我說 我可不可以問妳一個問題這樣子 然後我就怎麼了 她說 一年耶 等很久 對 等滿久的 然後我整個就在車窗 因為車窗搖下來 然後我就很想要默默 把那個車窗搖起來 可是因為我就 我是很喜歡男生 就我喜歡男生 但我對T就比較沒感覺 所以可是她問那個問題 我會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因為說不要好像會太過分 對 會覺得很傷她的心 我就說 妳可以讓我想一想嗎 好有機會 這是很好 那她就會認為有機會啊 妳就跟她說妳有男朋友就好啦 我跟她說過啦 可是她就說妳可以考慮看看 那我覺得她是很溫柔的人 她也長得滿帥的 然後後來她就... 因為我有那個會員卡 會員卡會有我們的電話跟資料 她就傳了簡訊到我的手機來 然後就跟我說 其實她不是故意要嚇我 然後她只是真的很喜歡我 想要真的認真的跟我交往 然後我就回簡訊跟她說 可是我有男朋友 而且我現在真的沒辦法 所以... 她有妳手機號碼 她有我手機號碼 所以妳們都可以得到任何人 妳們... 這樣子是不行的 違法的 違法 是違法 違反個資法 對 那個時候好像沒有個資法吧 是喔 是幾年前 誰有跟我 是十五年長嗎 沒有啊 加油…危機重逢 手機孔引發爆炸 不能用手機這件事情 應該現在已經不能 還是有啊 還是可以用的 它會貼一個那個 公告 然後就一個鏡子的符號 然後什麼 可是客人可以用嗎 還是會有人用 就講電話這樣 那妳們有義務要 要自己... 你幹嘛要幹嘛 可以自己 可以… 可是一般客人 可是有這樣的不爽 你可以看到 她在玩具就是危險 是有人給小費嗎 有 有給過 像過年我們加油的時候 他會覺得我們很辛苦 過年大家要吃年夜飯幹嘛 我們上班 客人就塞了一個紅包 然後裡面兩百塊 然後說辛苦了 對 很感動 對 所以其他人有收過小費嗎 有 我有收過 收過 因為公平生來來去去 所以我們也是要 第一現場也是要下去服務 聽說在加油站工作 皮膚會有問題是不是 那時候做的時候 就因為我是大夜班 所以會熬夜 然後又加上噴那些油漆 然後就容易長痘痘 可是S說很好聞 我也覺得很好聞 我也覺得很好聞 好玩嗎 超級好聞 很好聞 所以聞一整天會不會嗨啊 不會 好痛喔 我們不會下去這樣 這樣有遇到妳吧 就覺得問一整天這件事情 這樣 所以最後是暈的回家嗎 會 會不舒服 對 不能用手機這件事情 應該現在已經不能真的執行了吧 還是會用 還是會用 他會貼一個那個 公告 公告 然後就一個鏡子的符號 然後手機擺 可是客人可以用嗎 還是會有人用 就講電話這樣子 那你們有義務要 要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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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職級客人說 請你不要在這邊講手機嗎 可以 可以 可是一般客人會用嗎 可是有些人會不爽 一般客人會不聽嗎 幾乎都不聽 可是繼續在講他的電話 對啊 是法律規定的耶 可是沒有人在抓 對 沒有特別一個人 在抓這個東西 可是一定要熄火吧 加油的時候 一定要 會有客人不熄火嗎 有 很多喔 那怎麼辦 我們只能勸導 我們沒辦法就是強制他 那可以不熄火就不加嗎 沒辦法 公司規定我們一定要 他才不會聽就是危險 這樣也不怕嗎 通常都是阿伯 然後台客也會 然後圈他他還回你三字經 趕快走 回三字經那就不能吵架 不行啊 我們不能跟客人吵架 他們常常被罵 好新客人都是會的 因為他們被罵要哭耶 所以妳會哭 不會啊 新來的時候啦 剛來的時候 什麼是被罵哭 就像有一次我是遇到了一個 計程車司機 我那時候剛進去聽不太懂 他說95加10公升 我聽成95加50公升 給我加滿之後我就跟他說 加滿了 他說我只要給你10公升 你給我加50公升 然後我就...他就開始罵我啊 然後我就罵哭 我就請主管出來跟他講 只要有員工竟然說 請出來處理你就... 你就叹氣就知道有事情 就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每天嗎 幾乎啦 現在的客人只要心情不好 就會拿工讀生發脾氣 所以你出來就要賠錢或什麼嗎 不一定 可能會先安撫客人的情緒啦 先安撫客人情緒比較重要 所以送獅子金種有用嗎 有些客人會接受耶 好像夏合夕就接受對不對 對 我就會... 他對你怎麼了 就是因為他們說 之前會有那個洗車窗的嘛 因為我加油是很習慣把那個 窗戶開全開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有禮貌 因為我覺得半開或是開一點點 這樣講話很沒禮貌 對 我就會開全開 然後通常因為我也是喜歡聞 那個汽油的味道 我覺得下車 結果因為他從另外一邊 幫我洗車窗 但是他沒有發現 我窗戶是開著的 所以水全部流到 我的那個方向環駕駛座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他要幫我清理 我就說沒關係 因為我趕時間 然後他就說 那不然我多送你一包獅子金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說 不然你再多給我兩包 然後總共三包 我就很開心了 我就送你這樣 可是單數又不吉利 因為真的滿多都會這樣子 或是他會多送你兩瓶水啊 我覺得這都可以接受 他們當中有人會教一個說 有辦法一次加的油 可以加更多 是誰說差比較深可以加比較多 是差比較淺吧 差比較淺可以加比較多吧 差比較淺比較多 對 應該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 應該是政府官員 對 因為他有一個感應的那個 對… 所以你只要以為 因為油快到那時候 他就自動跳 對… 所以客人要怎麼判斷 他今天滿意 就加到夠 加到 就是一直加 他加到加不進去 他就會跟你說 已經油漿整個滿 你可以用目測嗎 目測喔 因為那個油會滿出來啊 所以油香滿了 他就會溢出來 他會溢出來 我眼睛看他油夠 看得到 他一定要看到油 看得到啊 他要看到那個油 你用客人用碳的嗎 對 計程車司機 結果他加就自己拿來加 我說我來 然後他就繼續加 然後加到油都噴出來的 為什麼會加到噴出來 那你不然他要付錢啊 他就付啊 他就是要他滿 他追求滿 對 即使氣油不要加到滿 對啊 不能加滿 油香盡量不要讓它全滿 因為它要讓它 有一點點揮發空間 所以我每次去加油 我不會說就是加滿 我會說加幾公升 我都會說跳挺耶 跳槍 什麼東西 跳挺 就是一個術語 跳挺 就是跳槍就挺 油香停了之後 就不要再往進去掉啊 就是跳挺嘛 對 跳挺 他們都聽得懂跳槍 可是薩核心術語是跳槍 跳槍也是嗎 也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 哪一個比較內行 跳挺 還以為我很內行 跳挺 跳挺是什麼狀況 就它自動就會跳起來 跳一下 所以有人來加油 客人來加油站說 加到跳挺 還是直接就說跳挺 跳挺 不要...前面不要有動詞 就跳挺就好 所以意思說跳挺 你們就是 因為他們都會問說 小姐 你要加多少 我就說跳挺 他們就知道 因為很甩對不對 所以客人這樣講 你們不會覺得很流氣嗎 就是很江湖 老鳥克了 會覺得他常假的 你為什麼 這麼高 我卡車司機 為什麼很高興 我一直在說勞岸 然後他說 這裡不是沒有 對 按摩好注意 所以你們希望客人加油的時候 要跟你們聊天嗎 看人 要看人 不希望 就是如果是搭訕的 很煩惱的就不要 那我不要 對 那我不要 然後如果是下課宜這種 就可以 可以啊 所以他們聊一些有的沒的 就說今天風很大 你們這樣子就是 就是台風天 我就會跟他們聊天 倒不是硬要台風天運加油 我是真的沒有了 夏天應該很痛苦吧 我覺得很痛苦啊 因為就是 都是流汗 你都會騎陣子 夏天比較苦還是冬天比較苦 夏天 因為車子熱氣會出來 沒有熄火 熱氣超熱 還有油氣 所以彎妍妳看起來 不像在加油這樣工作的人 就是大一的時候 那個時候薪水非常低啊 就是薪水就是只有80塊而已 然後加油站是最高的 一個月大概可以賺一萬多 然後如果是其他可能六七槍 加油站術語長巡集 農農聯想力超豐富 有一次就是如果加完油的時候 我要收槍 然後客人就說小姐 就是沒有 因為收槍 對 收槍 收槍 然後就是有時候 那客人可以聽說 不是 不是 看到我收槍的時候 因為裡面有剩下的油 然後之後我就要掛槍的時候 她就說小姐就這樣 掛槍 妳要給妳講 妳在收槍喔 掛槍 掛槍 放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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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在加油站 現在工作了十三年是誰啊 這麼久 好資深 所以十三年是最後會怎麼樣 就是升到極限會 現在就...沒有...那個都要考試 對啊 現在是正在準備 十三年是正職員工了 沒有 還是...我們現在是 之前是工讀生 後來變成那個發包的 勞務 做到十三年代表妳很愛這個工作耶 對啊 就滿穩定的啊 然後妳說妳要考試是考到 主管的職位嗎 對 考主管 對 辦公室裡面 對啊 背景觀裡面 考試內容是剛才 Nono告訴我們那些事嗎 就是安全的 那個是另外的 然後還要考國文什麼英文 然後專業科目 所以妳熱愛加油站 對 可是人很... 那裡面大哥都還不錯啊 可是他們都要清加油站的廁所 真的好辛苦 清過的舉手 那個很髒 那個超可惜 所以加油站的廁所 牆壁上會有噴到嗎 會 有 常常... 為什麼 妳有問過客人說 他們為什麼能噴到牆上嗎 妳看不到那個客人 可能到廁所的人 不是就直接噴出來 噴到門 可以 那連天花板都會有噴到 對 就可能要大號 然後可能他肚子又在肚子痛 然後就忍不住 直接往門上面噴 就已經來不及了 就脫褲子就來不及轉身了 好有畫面 還沒蹲有沒有 然後妳說有全牆壁的 對 就整個片都是... 都是那個東西 她怎麼做到 她知道 是裝置藝術 還滿常有的 滿常嗎 像那個麻風堵住啊 有些會塞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在裡面 像衛生棉或什麼的 我們就要去通 現在加油站的打工薪水 北京沒有比別的地方高了 沒有 有時候還是會高一點啊 沒有 所以妳們已經轉去做別的舉手 這麼多喔 所以萱萱去做什麼了 咖啡廳 一兩個月而已 妳之前做了多久 加油站 剛好一年 所以會離開的原因是 因為剛好畢業他們只收工讀審 畢業之後就不能再做了 如果你們加油的時候 他們在聊天你們會不高興喔 很好啊 員工在聊天嗎 看什麼狀況 我就曾經有那種去加油的時候 一進去他就問我說 加滿嗎 我說對 加滿 然後因為我本身 對那個油氣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我就會在熄火之前 先把窗戶關上來 然後那天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加油加這麼久還沒停 我就把那個車門打開 流了整個地上都是滿滿的汽油 然後那時候 我一般那個加滿大概是兩千 我那天加了快四千 後來我就說 我說 我說 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的設備比較老舊 我說那你們剛跑去哪裡 為什麼沒有半個人在這邊 我說 然後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說你說不好意思的意思是 他說 如果今天你要我賠的話 我今天一整天薪水就沒了 我說那你們剛剛為什麼 人不在旁邊看著 所以他是把油箱插了 插了就跑掉 人就不見了 不可以這樣 沒有跳停 整個地上整片都是耶 所以因為設備老舊 不能跳平 他就這樣講 然後跟我爐很久 最後把他們主管請出來 我就說 我說要我負擔全部 我說太不合理了吧 我說我可以 我說我們可以就是一人 沒有 開一般的那種轎車 然後後來他們主管就跟我講說 好 他說那我送你東西好 我說你要不要幫一下那個公讀生 我就說好 然後後來就 快四千嘛 我就好 我說我最多就只能答應三千五 後來他就給我一堆衛生紙 不是 他說要給你這樣幫你抽 這就是他一堆衛生紙 他一堆衛生紙 他幾人很好耶 三千五很多耶 因為他家很有錢 我沒有 是嗎 沒有啊 你不是出唱片出到你家出了幾百萬嗎 沒有啦 所以他... 你不是自己出了好幾十萬開演唱會嗎 沒有啊 沒有 你不是說去演唱會本來就要自己出錢 演唱會自己要出錢嗎 演唱會自己要出錢嗎 演唱...就是看那個 就是每年年中的時候會有 那我想要回饋歌迷的那種性質的話 就會自己要先掏藥包找樂團嘛 找場地 對啊 然後不能賣票 賣票 但是賣票最後會把錢捐出去 只有你把 捐作公益 只有你這樣做 還有別人 誰 所以你沒有靠演唱會賺到任何錢過嗎 會有 演唱會收入啊 你出片以來有賺到任何錢嗎 會有一些演出 會 所以不可以 有槍插好就跑走嗎 不行 要守在旁邊 對 那守在旁邊的時候要聊什麼 就 就一直看他跳 因為他的錢一直跑 就看著那個跑 不要看看 因為有些客人會說 我要加128這種很難算的 有...他們會帶領錢 摩托車比較多 所以客人說今天油表跳好快喔 你要回答什麼 嗯... 對...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我前面那台車 他那個公讀生幫他加錯油 就是他原本可能要加成92 然後加成98 還是汽油什麼之類的 但搞到好像要賠很多錢 這樣子 對 加錯油要怎麼辦 要洗油箱 可以撈出來是不是 就是要去汽車那邊弄了啦 好麻煩喔 所以會到車子完全不能開嗎 不能 你不能發動 所以加錯要怎麼辦 如果汽油加成柴油就死了 就不能發了 要賠錢嗎 要賠錢 會賠到多少 上網看 看客人吧 然後是公讀生自己賠還是是 公讀生 自己賠 天啊 因為是你加錯油的啊 真的 因為上次那個 他那個加錯的那個人 他已經拿刀出來要砍人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不加了我就先繞過去 因為太可怕了 後來我是因為開窗 你也沒有幫忙報警嗎 他們好像有報警啊 但是因為我是... 所以你最常做的就是逃走這樣 但是因為我真的是被他們 被那個加錯的那個人嚇死了 因為他也態度很不好 就說你剛剛沒講清楚什麼的 你說員工跟客人吵架 對 好像要賠不知道幾萬塊有 很多錢 所以是看那個車多高級的程度 然後他會要求賠多少嗎 看換的錢 就是你去修理的錢 股價 你們有遇到一個阿伯 每次都只加十塊錢的是誰 我 兩個 同一個 同一個阿伯嗎 應該不同啊 對吧 所以加十塊的境界是怎樣 就是... 就每天來幾乎加十塊 按一下就停了 對 按一下就停了 沒有操作 兩秒 所以要很有技術嗎 要慢慢按 慢慢按 所以你們都很能控制那個按鈕是不是 所以阿伯是說十塊嗎 還是說什麼 他是說加滿 當然是每天早上都會來加 所以他永遠都滿的 對 他幹嘛每天早上來加 因為他加完油要去下棋 他整天就這個行程 所以他一定要加了油才能去下棋 每天的習慣 我有看過就是要為了換發票的 然後就加十塊 然後再加十塊這樣 所以你們會很煩嗎 會啊 會啊 就不管他加滿 所以如果他說要加128 然後你們如果那個按鈕沒控制好 跳到129怎麼辦 自己可以 講真的 對 真的 有些就幫你付啦 有一些 有些還是很好 所以是要用大拇指按 還是用哪一指按 十字吧 我沒拿過那東西 不是 妳可以去那個自助加油 再試試看 還滿好玩的 所以你們打遊戲 手指都很靈敏嗎 很會控制那個節奏嗎 你們會不會很緊張 就是開始跳到 快要接近那個數字的時候就 菜鳥的時候會 菜鳥的時候會 那那個什麼 在地上滴到兩滴 就有客人罵 然後妳回嘴說 妳有看到我滴到嗎 妳 對 因為就是有一次加完友的 妳不是才不到一年嗎 我到一年 剛好一年 那妳應該就是很低的到處都是 沒有...我都很小心 因為我很怕客人投訴我 所以我就是很小心的加油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加完友的時候 我要收槍 然後客人就說小姐 收槍也是術語是不是 就是沒有 因為收槍 收槍是術語 對 收槍 收槍 然後就是有時候 不是 因為剛好我收槍的時候 因為裡面有剩下的油 然後之後我就要掛槍的時候 他就說像... 掛槍 收槍 妳在那裡只能講術語 妳在收槍囉 掛槍 掛槍 掛槍就是把槍放進去 她就碰... 收槍跟掛槍有什麼不同 收槍就是拿回來 掛槍... 還有別的嗎 就做兩種動作 然後我就收 然後跟掛槍 掛槍 要不要甩一甩 不要 不能甩 不能甩 會被罵 有取槍嗎 對 所以不能甩的話 這裡流的油要怎麼辦 就是放回去啊 就是她說小姐 妳的油滴出來了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喔 那我幫妳擦一下 請問滴到哪裡 她說妳滴到地板 然後我就看了地板 然後就只有兩滴在地板上 然後她說妳技術真的很差耶 然後就騎走了 如果沒有滴到她的車子 應該沒差吧 就是完全沒有用她的車 就是地板 所以妳們都會滴到嗎 會 十幾年還會滴到 多少都會啊 因為有些車比較難掉 妳十幾年不應該追求 就會收槍就... 收太快也會這樣走出來 妳十幾年應該要很乾耶 對啊 我現在都會拿抹布這樣收 所以滴到地上 就是不甘客人的事嗎 對啊 可是我們還碰過 就是滴到客人的包包 比較名貴的 對 或噴到一樣 要繳錢對不對 那怎麼辦 就是幫她送洗啊 交戰術語的多樣花 來賓金湖超流行 妳們有遇過同事偷錢的嗎 有 有 那最後的錢是要怎麼辦 她就是扣她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人雇一個倒包 倒包 我們跟妳們雇一個倒包 那妳們站的那個地方叫什麼 棒倒 棒倒 一個石再一個水 一個石 它就叫棒 它就叫棒倒 妳們都會唸棒字喔 對啊 好流行 對啊 妳們叫倒明嗎 倒明 倒明 對啊 妳有遇過一個人拿槍出來嗎 真槍出來 有 什麼狀況 那種開冰寺 應該是流氓嘛 然後她就繳檳榔 然後來加油 然後她好像 我們好像給她加滿了 她好像要加一千塊 加超過 結果她就口氣就很差 然後我們就是回 因為她口氣差 我們態度就是有一點差 然後就起燈子 後來就生氣 後車箱打開 然後套出一支槍 然後我們趕快請大哥出來啊 結果大哥就安撫她 怕她就出事情 然後她走之前來 大哥是說你們加油站 有一個大哥嗎 對啊 就是站長的意思 站長的意思 就是站在裡面的 不是黑刀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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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方塊 每個方塊都在那邊等 每樣都還回事... 可是我不懂 那個人拿槍出來之後 她要講什麼台詞 她就...國字嘛 對啊 然後大哥去安撫她就算了嘛 那開槍都會爆炸 然後要走之前就繳檳榔 然後就這樣突出來 往大哥的身上丟 我們看到就嚇傻了 而且還看過兩次就掏槍 可是如果... 如果你們要送客人的東西 也是要替她打開後車箱 把東西放進去 要看客人 她有沒有自己打開 就是還是要看客人 對啊 所以妳如果打開後車箱 裡面看到槍什麼 就... 都沒看到 不要看她身體 對啊 身體 面子啊 幫我放後車箱 那槍一打開一個人 想要看她把他關起來 對 所以每次宣布油要漲了之前 都會爆滿 會 會大爆倒 然後大爆... 大爆滿是你們會勸客人說 明天再來或什麼嗎 不會 不會有人聽啊 對啊 然後妳說有人會拿罐子 來說要裝油嗎 會 很常啊 然後你們有說玻璃瓶 妳是絕對不能裝油 還有塑膠袋 你們都有收到這個指定 玻璃瓶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會變汽油袋 汽油袋 塑膠袋為什麼不行 會融化啊 那加進去它就會破掉 所以只能塑膠罐喔 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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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來搶錢嗎 別站有 我們站有被搶過耶 所以錢... 你們通常跟客人收到 現金是要放到 我們是有一個包包 倒包 可是那個是沒有安全的啊 就是... 就是要自己顧著 下班 他有固定的時間 你說一整天都一直收錢 然後不交進去嗎 會有人進來 會有人出來外面收錢這樣 就是那種主管會出來搶 對 所以你說搶錢是 他就過來搶你的屁力 就是有人沒有按照規定 沒有規定在身上 可能放在抽屜或電腦旁邊 然後就有小偷經過 就看到 就直接搶走 你們有遇過同事偷錢的嗎 有 會喔 有喔 所以偷錢是怎樣 就是直接收了以後 就塞到口袋嗎 有些人會的 所以結帳的時候少了要怎麼辦 自己不是評分 評分 評分 就是大家一起... 我們沒有啊 我們不是耶 我們不是 就是自己顧著要自己配 對 有些人 有同事是他急著用錢 他就可能說 他可能家有時候少找錢 少找五百 一千 他其實就自己收起來 然後就直接 他不會叫你現場付 我們是用當月薪水去扣 他就用這種方式 那最後錢少怎麼辦 他就是扣他的 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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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講 他們家有那個他們稱是 比如說我們說安全導 他一個人顧一個島 一島 二島 三島 對 一島 二島 三島 可是你家有進去 不是有三個嗎 這是第一個車道 一島 二島 三島 然後每個人就顧一個島 然後他的錢 就是他今天賺的錢 是他自己管 那你們站的那個地方叫什麼 棒島 棒島 一個石再一個水 一個石再一個水 他就叫棒島 你們都會念棒字喔 對啊 對 很不來得解釋一下 一個人顧一個島還滿帥的耶 棒島 可是我自己認識的時候 就是叫棒島了 可是棒跟油有關嗎 應該是吧 它是一個...上面一個石 下面一個水 所以在棒島上 所有的東西都叫做島什麼... 對... 島屋啊 對 島屋是什麼 島屋就是收... 盪收銀牌的地方 就是那個啊 我們會有個小房子啊 然後島上的包就叫島包 就是我們身上背的那個包 那叫島包 那... 島民 島民 好可愛喔 島民 島民 所以 把客人沒用完的油 存到瓶子裡的是誰 所以他是當著大家面這樣做嗎 對啊 他怎麼... 就是那個剛剛講的 槍力剩下的油嗎 就是他會滴下來 滴幾滴 他就拿保樂瓶來裝 然後裝50台機車 就一罐600CC了 可以嗎 不行 後來就被開除了 就是他們這種人會盯著電腦看 就...他們是走 他們走 所以... 是你去告的嗎 不是啊... 我親眼目睹 所以布萊德你看到這種畫面 就會很興奮講說 被我抓到了 不是啦 不是也不會啦 主要是民眾會看 因為他那個 其實油已經跳出來 所以那個 我們是沒有損失的 只是因為民眾會去看說 他收集的那些油的錢 是客人付的 對 因為有時候會積一些油 可能0.1公升 或0.01公升之類的 所以你有很爽 自己車子開去加油的時候 想說都是我家的... 沒有 還是要付錢 都是付錢 沒有很爽啊 還是要本錢啊 他總不能說我開加油站 我加的油都不用錢 因為油不是他自己生產的 可是如果跟女生搭訕 然後他說你是做什麼 他說我開加油站 聽起來不是很厲害嗎 那你覺得家裡開便利商店 我一知道電影就拿出來一次 說真的 吹得很破 不是的 好像也不會吹 你是許全美嗎 不累... 我是婷婷啦 真心 不是啦 婷婷開跑車加油 對 我都可以把她力氣加油啊 你有沒有加過油嗎 當然 陳漢典加油的時候會被認出來嗎 我都...其實我不會全開 你好驕傲喔 沒有...我會大概開三分之一 那就很過分啊 有沒有尊重人家 因為我們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聊什麼嘛 就不要聊嘛 然後島民如果就是說 陳漢典然後就會一直換人 換不同的島民過來跟你 他們不會這麼明顯 他們會那種交頭接耳 就這樣一直Pass過去 可能第一島 第二島 第三島 都會知道 然後島民會過來說 我來幫你打編號什麼這些 對...會輪流過來看 這樣巡一巡這樣 只開三分之一 還可以被人家認出來喔 就沒辦法 就這樣 好窄喔 他們有把抓車窗的那個 升進來掛進去 不會啦 所以你們討不討厭客人 只開這樣一點點的車窗 超討厭 超討厭的 對啊 一定要全... 我很大聲... 請問九位 如果是陳漢典來加汽油的時候 是會告訴別的島民說 陳漢典 陳漢典的舉手好不好 大部分的 所以告訴之後 島民都會過來看的舉手 會稍微妙一下 會像是走過來看 付錢的時候換發看 會輪流吧 對...輪流 會輪流 要打同別嗎 要打車號嗎 對 要怎麼證明 輪流問啊 可以要求合照嗎 不會 不敢 沒辦法 因為不能帶手機啊 那可不可以簽名 要簽名 有些人會要 可以吧 可以喔 我們剛剛講說 有漲價的時候 大排隊那種事情 就會搞到你在加油站很久耶 我那個要排很久 可是我比較想知道說 比如說12點開始調漲0.6塊這樣 那如果他59分 你加到一半了之後 已經過了 那怎麼辦 那後面的錢呢 我們會提早停止加油 對 要停 就是跨點的時候要停止對不對 對 真的假的喔 排隊的人很衰啊 你如果排在1點... 12點02分加的 就已經是漲價 那你到小點02你就開走啦 你根本就不用排啦 可是你已經排要到你了 你就順便加一加吧 所以會很賣太多白排的 對 因為你不知道 他們動作快不快啊 所以有的人就是排了 就是會變成這樣 所以布萊德你... 你是每天晚上把現金拿回去存 銀行會來收 包圈 對 包圈 每天 對 好帥喔 有那麼多錢嗎 有那麼多錢嗎 沒有...沒有多少吧 有多少 一台車如果平均一千五 一千到一千五 一整天才 五十萬 他說幾十萬 他就幾十萬 布萊德是有錢的 對啊 沒有錢 那是一夜額 所以 他也不能花吧 對啊 那是一夜額的東西 每天五十萬 一個月三十天 一千五百萬 對啊 所以保全是那種真的有配警棍 什麼那些專業的嗎 會帶保護 那一種一樣啊 對啊 拿了錢要趕快很快的 跑到那個車 是喔 是沒有 你有生意不好的加油站嗎 還是有 也是會有喔 智佑的 智佑你的店生意不好嗎 就因為我們是在鄉下 就很鄉下 哪裡 在台中海蟹那裡 就還滿鄉下的 可是 就是生意滿不好 我們一個站才 一個班才兩個人 然後一天會有幾個客人 不一定 如果漲價過後就會很少 可能兩個小時來一台車 不然就半個小時來一台車 那你這樣就很輕鬆啊 好喔 所以你喜歡生意不好吧 沒有 我喜歡生意好 因為生意不好 你會閒著 就是閒著你會覺得說 時間過很慢 對 時間過很慢 對 時間過很慢 對 你說你家裡有碰到客人 是要把手生意洞裡面去摸的嗎 對 因為我們加油站就是在想一下 會有很多那個阿公阿嬤 然後那個阿公就是滿特別的就是 然後那個阿公就是夾到滿了 他就用石子這樣摸 然後碰到有了 他才覺得滿 就說好了... 就覺得滿危險的啊 可是我也不會幫客人夾到滿 我都說 沒有啦 阿公 有一個阿嬤會來加油站洗衣服 會是誰 他太誇張了啦 他是潔癖阿嬤 你在站在哪裡 在桃園巴德那邊 他真的很誇張 他下雨一天的時候 加油站那邊 不是地板上都會有積水 他就會騎...他有時候不加油 他加油就算了 可是他不加油 他騎那邊繞圈圈 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騎那個水台 他在洗輪台 洗輪台就算了 他去你們加油站 用地上的積水洗輪台 他還會用那個 投幣式的那種洗車機 就是有些... 我們加油站有兩台 就是自己自助式的洗車機 他在那邊洗內衣內褲 他帶自己家裡的東西來洗 然後洗安全帽 有啊 那十塊錢而已耶 我不知道 然後他加油的時候給錢 他投幣嗎 我不知道 有時候不去那邊洗 就去廁所洗 然後反正他就是一直在那邊 繞一直在那邊洗他的輪胎 他給錢的時候都用塑膠袋裝 他用倒的 他不要碰到你的手 他加油你要... 你也不能碰到他的車喔 你用這樣講 懸空家嗎 就是你要油箱 你就是人 你不能碰到他的車 他覺得你很髒 他就是覺得你很髒 然後給錢給完錢 他去洗他的塑膠袋 裝錢的塑膠袋 要洗喔 所以在加油站 可以看到很多奇怪的 對 還有載鴨子的 那加油站員工可以看到 很多明星是真的 因為我朋友有在加油站打工 他就說 因為很多藝人都會去 交流到旁邊的廁所 上... 交流到旁邊的加油站上廁所 很多藝人去加油站上廁所 有啊 很多 為什麼 校園結束的時候 你要上高速公路之前 對 就是上一下 就是整台 可能整台車一來 五月天 就這樣之類的 會看一下明星旁邊載誰嗎 會啊 所以如果看到明星載了一個妹 就可以很... 就可以跟同事講說 我昨天看到誰...載誰這樣 除了小鬼之外 還有人留在這個行業的嗎 是有... 妳是貪圖輕鬆對不對 在想想 不是 就錢比較多 對 妳已經幾年了 還不到年 還不到年喔 就差不多快半年這樣 對 很年輕 Echo呢 妳多久了 我做了四年 那很久了耶 所以妳很喜歡這個工作 沒有啊 就是大學期間打工這樣 差不多要換跑道 去哪裡 還在想 第二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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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第一個島 換變小的耶 全站都要慶祝說 換工 換跑道 所以他們說他們最希望的是 其實來加油的客人 就說辛苦了就OK了嘛 很感動 所以有禮貌 然後謝謝你們這樣就好 然後車窗可以大一點 對 然後不要有...沒有別的要求 可是我也會希望客人跟我聊天 因為這樣上班會很無趣不聊天 會就覺得說 今天就這樣很平淡的過了一天 妳不能跟另外一個同事聊嗎 可以啊 可是就是也是會希望客人 可以跟我們多互動 因為他們兩個同事可能 人生已經講完了 對 沒有到沒東西了 好 在大家以後去加油站的時候 就是他們要求很少 然後互相合理的對待 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 謝謝